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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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再次给我们机会 让我们一起来读祂的话 我们要继续从四世纪中 来看耶和华预备了何等伟大的救赎 我们今天继续读四世纪第三章 从第七节到第十一节 我们把这几节圣经再读一次 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 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 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达米王 古山丽莎田的手中 以色列人服侍古山丽莎田八年 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 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 救他们 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 额图联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 他就做了以色列的事实 出去征战 耶和华将米索波达米王 古山丽莎田交在他手中 他便胜了古山丽莎田 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 基纳斯的儿子额图联死了 我们有一点祷告 天父虽然是很短的几节经文 然而我们需要你帮助我们 就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中 让我们看见 你要我们看见 但愿从这些经文中 我们能够学到宝贵的功课 可以成为我们一生的祝福 我们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 这几节的圣经 是一大段圣经的开头 那这几节的圣经 就为我们立下了一个样板 就是告诉我们 以后所发生的各样 耶和华的救赎 都是根据这个模式 那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 它有四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第一个对比 就是以色列百姓的悲逆 跟耶和华神的怜悲慈 第二个对比呢 就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呼求 跟耶和华的拯救的对比 我们上一次已经说过 以色列百姓的呼求 不表示他们悔改 他们只是因为实在太痛苦 他们求神怜悯他 弟兄姐妹 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不只是要让我们知道 神爱我们 神怜悯我们 哪怕我们没有悔改的时候 神也乐意拯救我们脱离痛苦 可是弟兄姐妹 我也盼望神帮助我们知道 以色列的百姓 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 重新落到痛苦的里面 跟他们没有悔改 有极大的关系 今天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 如果我们只是求神 解决我们的困难 解决我们的痛苦 但是我们不肯脱离罪恶 我们不肯对付肉体 我们不肯好好的来爱神 我可以告诉你 就算现在上帝帮助你 怜悯你 解决了你当前的问题 保证你一件事 要不了多久 你还会有别的麻烦 你还会有别的痛苦出来 但愿神借着 以色列百姓的例子 能够让我们警醒 不要只求神 解决我们的痛苦 要求神改变我们 在祂的面前 成为一个对的人 当我们成为一个对的人的时候 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 而不是行耶和华眼中 看为恶的事的人的时候 我们才是蒙了大福气的人 虽然以色列的呼求 是这么的不可爱 没有悔改 那么的自私 而且拖了八年才知道来呼求 耶和华的拯救 却一点都没有担言 耶和华没有说 你们等了八年才求我 那现在我也等八年才救你们 我们真的感谢神 当他的百姓呼求 耶和华就好像迫不及待的一样 就为他们兴起一个拯救者 要来救他们 那耶和华兴起的拯救者是谁呢 这个人的名字叫俄陀涅 如果你是一个熟悉圣经的人 你就知道 圣经中这个人的名字 还真提到过好几次 那么每一次提到他呢 简单地讲 除了在这里以外 都会提到 他是为着要去娶一个老婆 他才去打了一场仗 所以他这个人一辈子 说白一点 没有什么大出息的 他就是 不过是娶对了老婆 他这一辈子呢 因为娶了这个老婆呢 这个老婆还要叫他去跟 他的岳父 要上拳 要下拳 就这么回事 这个人一辈子 没干过大事 就是爱上了一个女人 如此而已 这一点 我觉得跟我差不多 我这一辈子 也没什么大的出息 我不过就是 爱了一个女人而已 像这样子的一个人 有什么用处呢 如果你是一个会读圣经的人 你大概也知道 到了这个时候 额头念也不年轻了 如果圣经学者的推论 没有错的话 他这个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 已经是个老头子了 以前他也打过仗 他就是打了仗 才去娶得老婆的 现在他可以安安心心 过日子了 耶和华神现在要拯救 以色列的百姓 为什么 神会找上他呢 为什么找 难道没有其他的年轻人呢 他也许可以跟耶和华说 诶 仗我已经打过了 你应该再找其他的人吧 怎么找我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人 表面看起来 他没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你知道一件什么事吗 这个人最宝贵的 就是这个人在神的面前 他有一颗顺服的心 当耶和华呼召他 要使用他的时候 他没有推脱 神的国里 有一个重要的原则 是人必须要有愿意做的心 神就会悦难我们 那个时代 有很多其他的人 但是只有一个人在痛苦中 在危险中 在患难中 愿意接受神的托付 他不需要聪明 他不需要有很大的才干 他不需要是一个了不起的大人物 他愿意 神就拣选他 第十节 耶和华的灵 降在他身上 他就做了以色列人的事实 因为 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 所以他出去征战的时候 耶和华就将 弥索不多大弥的王 古山 丽莎田 交在他的手中 你读这一节圣经的时候 你一定要注意 因为这一节圣经 讲到另外一个对比 什么对比呢 一个是 以色列的逼迫者 这就是 弥索多大弥王 古山丽莎田 一个是耶和华的拯救者 这就是 耳朵念 他凭什么做事实 是因为神选了他 不是因为他的学历 不是因为他的聪明 他为什么可以得胜 不是他的战术好 不是他的制度好 不是他会做一些推销的方式 是耶和华的灵 在他身上 撒加利亚书第四章 第六节说 我们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 我的灵 方能成事 因为耶和华的灵 降在他的身上 他就有能力 做以色列的事实 他就有能力 可以打胜仗 请问你 他有什么方法 他有什么组织 他有什么技巧 通通都不需要 弟兄姐妹 今天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今天许许多多要侍奉神的人 我们是要用自己的方法来依奉神 我们想用自己的才干 自己的本钱 自己的人脉 自己的技巧 我们什么都有 我们就是缺乏圣灵的大能 你怎么知道一个人是相信自己的才干 还是相信圣灵的大能呢 你就看 祷告在这个人的生活中 占着什么地位 我常常听到人们说 我们需要为这个事工祷告 我们需要为这件事情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坦白地告诉你 祷告才是真正的侍奉 一切有价值的侍奉 都是从祷告开始的 不但我们自己一个人要会祷告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与众圣徒一起祷告 我们才能够经历 神那个测不透的丰富 那个长阔高深的爱 这节圣经 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 神的大能 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出他的荣耀 他就能够打圣仗 他为什么打圣仗 因为耶和华将弥索伯大弥王 古山丽莎田交在他手上 你如果还记得前面几节说 耶和华神发怒 就把以色列人交在 弥索伯大弥王古山丽莎田的手上 可是现在 当神得到了一个器皿 神就可以把以色列的仇敌 交在这个人的手里 我们刚才说过 弥索伯大尼在哪里 弥索伯大尼在亚伯拉罕的老家 就是两条大河之外的地方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伊拉克那个地方 你知道神为什么这么做 难道在迦南地附近 神不能够找一个任何一个 其他的国家来修理以色列吗 当然有 但是神没有把他们交给 附近的这些国家 神把他们交给千里之外的 弥索伯大尼 那个小国 你想一个小国 要派一个军队 要到千里之外 他能派多少人 以色列的百姓 他们自己的军队 可是有很多人 神为什么这么做 你知道吗 神是要让 以色列的百姓知道 神如果要修理你 神不需要用 很厉害的东西修理你 神随便用个什么东西 修理你就可以了 神不只是修理他们 一次两次 要修理他们八年之久 神的目的是 盼望以色列的百姓 懂得谦卑 让他们知道 神可以兴起任何的环境 神可以用任何一个 很小的东西修理我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跟我也是一样 我们不需要等到 得癌症才来学功课 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 一个小小的感冒 就可以把我们打垮 一个人的一个眼神 一句批评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 完全的失败 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那些 第十一节 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 在这里又有两个重要的对比 一个对比是什么呢 是以色列的百姓 如今有了一个机会 一个呢 是耶和华神所给的礼物 耶和华神给了他们 什么礼物呢 太平 什么叫太平 太平其实就是平安 没有战争 没有人反对 没有人给你麻烦 请问这个礼物好不好 我们每一个人活在地上 我们都需要这个礼物 当神赐给我们平安的日子的时候 我们真是要感谢神 因为只有当神 在祂的慈悲怜悯 慈爱中 赐给我们平安日子的时候 我们应该用着这些的日子 归向真神 专心爱主 这是一个宝贵的机会 如果失去了这个机会 以后的日子就注定更苦 你读四十记 你就注意到 四十记里面总共七个四十 前面五个四十 都给以色列百姓带来了和平 带来了平安 带来了太平 可是最后两个四十 都没有办法 给他们带来和平 不能带来太平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的百姓 一次比一次的堕落 到了最后 他们会失去 神祝福他们的机会 今天你跟我如果活在一个 有平安的地方 我们一定要珍惜 全世界 没有几个地方 有平安的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要为在上掌权的祷告 好让我们在世 可以平安度日 今天在我们个人的生活里 如果神让我们有一段平安的日子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要珍惜 你要好好的用着这一段平安的日子 来亲近主 来认识神 来学属灵的功课 因为平安的日子 不会是一直保持下去的 有一些圣经学者 对这段圣经很有意见 他们甚至于批判说 这段圣经是以后的人加进去的 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他们说这段圣经啊 实在是太单调了 一点都不精彩 一点都没有色彩 不colorful 假如你往后面读一读 你就发现后面的故事啊 确实是比较精彩 譬如说一个用左手的人 拿一把刀可以刺到别人肚子里面去啊 譬如说一个人拿驴的骨头啊 也可以去打人啊 这段圣经 啥都没有 说来说去 就这么几句话 以色列百姓作恶 耶和华生气 把他们交给仇敌 苦了多少年 然后他们就叫苦连天 就呼求 耶和华就给他们一个拯救者 这样的故事 实在太平淡了 一点都没有戏剧性 就连那个打仗的那一段记载吧 什么描述都没有 一句话 他就做了以色列的事实 出去征战 没了 怎么打呢 什么战术 派了多少人 在什么地方打 是怎么打出来的 为什么会赢 都没有 所以圣经学者说 没有看过一篇东西 像这一段圣经 这么的单调 所以他们有意见 可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 这些人忽略了一个 很基本的原则 就是他们不懂圣灵 为什么要把这段圣经 写成这个样子 圣灵 故意地把这段圣经 写得如此的单调 有一个目的 那个目的 就是要让我们这些后代的人 在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眼目 能够从这段圣经中 清楚地看到 耶和华 他的作为 我们 不是去专注在那一些 让人兴奋 那些好玩的事情上 一个人会不会读圣经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 他能不能够从这段圣经中 看见了 耶和华的作为 他能不能从这段圣经中 认识 耶和华的品格 耶和华的个性 耶和华的喜爱 耶和华的愤怒 如果你读一段圣经 这段圣经让你很兴奋 这段圣经让你很开心 这段圣经让你觉得 你懂了很多的东西 给你很多安慰 但是你这段圣经读完了 你对神 没有多一点的认识 你在这段圣经中 没有看见 神是什么样的一位神 你没有看见 这一位神 他在做什么 他想做什么 他爱做什么 亲爱的弟兄姊妹 让我告诉你 你那个圣经读了半天 其实对你的帮助是很少的 因为你还记得吗 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 就曾经说过这样子的话 他说你们查考圣经 以为内中有永生 可是你们就不肯到我这里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 借着圣灵写这段圣经 写得这么的单调 目的就是让我们到他面前来 让我们专注在他的身上 读圣经 最重要的 不是看见人在做什么 最重要的 是看见神在做什么 这一段圣经 可以说是整个四世纪 后面所有的故事 的一个样板 当我们由属灵的眼光 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你就发现 就是这么短短的几节圣经里面 耶和华神何等的忍耐 你会发现 耶和华神何等的圣洁 耶和华神何等的公义 耶和华神何等的慈爱 耶和华神何等的有智慧 当你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 你会发现 神从开始到末了 它是整段圣经的中心 如果我们以后 继续地读四世纪的时候 弟兄姊妹能够记住这个原则 其实不只是读四世纪 我们读圣经里面 任何的一段书信 任何的一个故事 任何关于圣经的记载 假如 求圣灵 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能够清楚地 从这段圣经里面 更多地看见 这一位伟大的神 更多地认识 这一位伟大的神 也更多地 从这一段圣经里面 看到我们自己 是何等地需要 神的恩惠和怜悯 我们又是何等地需要 与神同工 配合神 我们谦卑 我们顺服 在这样的一个 伟大的神的面前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读任何一段圣经 都能够成为你的祝福 我们低头有一点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真的好感谢你 把这一段这么好的圣经 赐给我们 求你帮助我们 不是听一听就算了 但愿借着这样的学习 让我们这个人 不只是脱离痛苦 让我们成为一个 你所喜悦的孩子 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从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心脱着道路 因为是卫兵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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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